华强北的苹果12pro现在是什么行情 今天咱们接到一个粉色的代彩订单 让小姐给她安排一台12pro2560默设的 就像现在12pro这款机型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有很多小伙伴可能觉得它过时了 一个手机的运行内存决定了它能用多久 这款12pro跟苹果15用的同样是6GB的运行内存 所以说苹果15能用多久 这款苹果12pro就能用多久 看一下这台机子的橙色 边框橙色还是非常亮的 虽然说是不锈钢的边框 但小局都会尽力在市场给你们挑一台好的 可以看到整体橙色是能达到一个标准亮节橙色 没有很明显的使用痕迹 橙色都是很亮的 咱们再检查一下屏幕 屏幕也是没任何问题的 兄弟们可以看到屏幕非常非常的亮 而且这个都是纯原装的 没有要过盖板 看这个听筒网这里都能看得出来 咱们做的都是圆基 咱们检查一下这个机子的屏幕显示有没有问题 纯白界面 可以看到没有老化没有烧品的情况都是正常的 还有纯黑模式下 咱们也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压伤跟坏点 纯黑模式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包括它的原材显示 咱们也要看一下 原材显示亮度调节都是没问题的 然后咱们再检查一下主板 设置往下滑 隐私与安全性再往下滑 分析与改进 分析数据 看一下这串数据里面有没有重启记录和崩溃数据 像这一台就是完全没任何问题的 nice 像现在12pro128国航在市场拿货价是2400 256的在市场拿货价是2700 它们中间是有300的差价 2000多的预算右手一款12pro 小局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vest探 锁 4 感谢观看